灵命尼路没有专舞 带着三个四星角色 一颗种子两万七 平民尼路到底该怎么玩 带个三星旅行舰 把星海巴巴拉奶味优化出去 这只能算个整国 实际体验下来并不舒服 尼路自己是能加血了 其他队友就难受了 如果你是平民玩家 XP党 或者是捞香灵 就只抽了一个尼路 也不打算抽专舞的 认真看完视频到最后 希望能对你有所启发 两种配对思路 第一个配对 银河策划思路 就按天赋写的 直接组水草配对 没有星海就带巴巴拉 操作手法简单 深渊十二层 一间上半掩饰 尼路开局 一一一一打出水轮 草主战绩接大 窃巴巴拉上水开战绩 尼路直接在人群中开大 瞬间爆炸 一颗种子两万七 再把剩余的小怪清了 简单地说 尼路开水轮 草主开大 怪多的话 尼路可以直接开大 然后克莱和巴巴拉 分别填不下水和草的空缺就可以了 虽然算不上很强 但打满本期深渊 是绰绰有余了 本期深渊十二层上半 三间都能轻松 在六十秒打完 想要伤害更高 玩得更舒服 草主克莱巴巴拉 这几个等级精通在高高 就更猛了 给你们看一下 这几个角色的面板 尼路九十级 五万八千七百二十九生命值 拿的是铁蜂刺 二千颜 草主七十级 充能百分之二百三十九 西风剑 四草套 克莱六十九级 充能百分之一百九十七点二 祭礼弓 四草套 巴巴拉六十级 拿的是祭礼残章 用于刷新战戟 四角关 增加全队的精通 这四个角色的面板 很平民了吧 都可以随便达到的一个状态 第二个配对 如果你生命的剩余物比较少 对不上生命的话 也不想升等级 尼路作为一个挂水工具人 也是非常好用的 一直看我视频的老粉 跟着我一起练了九七忍的话 捞香菱又出了尼路 直接四角关 给全队加精通 附加挂水作用 配对 九七忍 克莱 尼路 四号位 你想带啥就带啥 只要不抢九七忍的反应就行 本期深渊 十二层 下路 直接三通了 没有任何操作手法 可以说 技能释放顺序都无所谓 九七忍战技 克莱 大招战技挂草 尼路 一一一一 水轮 持续挂水 这个配对直接就成了 自动打怪了 三个角色都可以后台触发的 所以前台战谁都是可以的 简直是懒人必备啊 简单过一下 这三人的面板 九七忍 铁风刺 精通散剑 克莱 技里功 更好刷新 维旋标和充能 草套减抗 一一路 技里剑 方便无缝衔接挂水 脚关套 增加全队的精通 OK 以上这两种思路对炼度 对剩一物啥的要求都不高 也是很容易去达到的一个水平 算是平民低配了 如果有帮助到你 记得点赞哦 下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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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